嗨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大家持续的收听教徒课Joss Talk 和我们一起TalkTalk 我是主持人婷安 欢迎大家再度来到幸福聊天室 聊聊幸福大小事的节目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些什么话题呢 今天要聊的是 你觉得性和爱可以分开看吗 对 其实你知道像这个 就是这种议题 就是会有点就是分说 是以男生的角度 或是以女生的角度在看 对不对 那我们一般的想法都认为说 男生就是都用下半身思考的嘛 所以呢 其实性爱应该是可以分开的 那女生呢 女生就不行啦 女生通常都会持反对意见嘛 都是觉得说不行 就一定要性爱合一 好 那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 你觉得如何呢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说 就是 不管你觉得 不管啦 不管性或爱 到底是合一或分开看 其实这都不是重点 知道吗 重点其实是在两个地方 像我们有听众朋友 就是会问说 她 她的 她的 女朋友 女生 女生跟她讲说 她是 性爱 是分开看的 所以她的女朋友跟她说 如果今天我真的是 跟别人发生了肉体上的关系 我其实还是爱你的 那大家 大家客观们 就是看观们啦 听听看 你觉得你能够接受吗 老实说 如果是你的女朋友 这样跟你讲 你能够接受吗 对 那我就是要 跟这个男生说 你要怎么样 回应你的女朋友呢 就虽然她认为 性和爱是可以分离的 但是你可以跟她说 我真的相信你 如果真的做了这样子 肉体出轨的事情 我相信你还是爱我的 但是 重点是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 再爱你 对 其实你知道吗 重点都不是 性爱合一 或性爱分离 重点是 忠诚这件事情 是相对的 是比如说 今天你是 你的另一半 能不能接受呢 他能不能爱你呢 你还是爱他 你就算做了这些事情 你还是爱他 你可以把 这个性爱分开看 但是对方能吗 对方他能够 把这件事情分开看吗 对方会觉得说 他能够接受吗 对 对方对你的爱 会和之前一样 不会改变吗 这些东西 其实才是重点 所以你知道 其实在我们两性关系中 就是我们男女生 招网的时候 其实你要去 希望人家理解你 说我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根本就没有什么 我是这样子 可是两性关系 男女招网是两个人的互动啊 对方觉得如何呢 对方能不能接受呢 这忠诚是摆在 对方的眼中去看待的 而不是你自己觉得 你自己这样还是忠诚 这样就是忠诚 其实有时候你要考虑到 对方觉不觉得 这还是忠诚嘛 他可能已经觉得 他已经变了 他的感觉变了 那如果你还爱他 你就是希望跟他 经营这段关系 你在乎他的感受 你就必须要退让 对不对 是这样子 所以呀 我们今天就是 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说 如果今天你的另一半 是属于这一种类型的 他跟你讲说 我就是很free的人 我就是一个潇洒的人 我就是觉得 我性跟爱就是 可以分开看的人 那你一定要让他知道 你的感觉是怎样 你要想要分开看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那是你的权利嘛 你的自主性 但是牵涉到我的时候 我能不能够接受呢 好那就要看 那就要看你 够不够在意我啦 对不对 我的感觉是怎么样 有没有列入你评估的 你要不要这么做的一个 评估的一个标准里面呢 那就是要好好沟通 那如果说你都已经表明了说 我相信你这样子还是爱我的 但是我不知道 我还不会继续爱你 那对方如果就觉得说 那就不要爱我啊 那就不用讲了嘛 通常你很爱一个人 你会为了对方的感觉 稍微做一些修正的是不是 除非你真的向往那样子 你的自由非常的强大 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可能就要找一个 跟你一样有这种想法的人 才交往来相处咯 那接下来我们要讨论 也是跟这个话题 有一点稍微有点关系的是什么 就不管你是 主张性跟爱是可以分开看 还是你觉得性爱是合一的 不管你是主张哪一个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把女生的身体啊 跟这个 只要讲到情欲 你就要贴上一个负面的标签 这件事情我们来把它翻开看 因为像男生啊 如果讲到情欲很正常嘛 不然A片为什么大卖是不是 可是女生呢 女生好像只要跟情欲 有牵扯都是一些负面的评论 社会就会公平他 就会觉得说 你这样子是不对的 你这样子是一个放荡的行为 你是一个荡妇或怎么样 就会这样子骂 女人啦 如果是女人的话 是不是不玩自古以来到现在 真的都会烙人口舌 就像你今天是 老公死了你在嫁 他会被人家讲 就是觉得说 你这已经不是 就是在改嫁的女人 那如果是男生在娶 老婆死了在娶 很正常不娶才奇怪吧 是不是这样子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 真的对女性 关于情欲 都放大解释 所以啊 我真的是要推荐 各位朋友一个人 他也是我们台湾一个 台湾之光 我是觉得啦 我觉得他是台湾之光 因为我非常欣赏他 谁呢 他叫做杨雅琴 对 女人上我Google他 他有在那个台北TED演讲 真的欢迎大家去听 因为我们TED的演讲都是现实的嘛 就是他十几分钟内就讲完了 是非常短 非常精彩 然后内容也就是不会有什么废话的一个演讲 那他为什么我要推荐他的那个TED演说呢 他是前卫的白吻巴黎的一个做这个作品的一个算是艺术家 对 他说什么 他说白吻巴黎是什么 白吻巴黎就是这个杨雅琴啊 他在2009年的时候他在巴黎向100个路人来索吻 并且把他拍照出版成书的一个故事 在当年呢真的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啊 你觉得呢你会怎么样去解读他的行为 解读他在做的事情 如果一个女生他在路上当街跟男人索吻 然后把他拍照变成一本书 你会怎么评价他啊 好 那因为这几年呢 他就从事了这个一些演出啊 或是音乐教学的一些演讲的工作 那他之前也受邀了 我刚刚讲过的就是在台北台上面就是做一个演讲 那他不只在就是在那个演讲中呢 去讲述到他就当初做这个白吻巴黎的整个创作的一个过程 而且他就是直接的导入核心就是说 从头到尾都是情欲 不用被为我辩解 他非常直接啊 他认为我这就是情欲 就是情欲啊 你不用为我辩解说我是 就是这个只是作品 只是艺术或什么 不是他就是情欲 他就直接这么讲了 对 所以如果说你对这个杨亚琴 他的这个白吻巴黎的作品 你觉得很好奇 你可以上场去搜寻他 或是我觉得我非常推荐他的一个TED的演讲 演说 他说什么呢 他中间有一段他是在说什么 说因为女人常常被限制都是你知道吗 来自于自己的妈妈会限制你 就是对于性对于情欲的一个加诸在这些上面的限制跟压力 就是女人不可以有情欲 不可以不可以喜欢性享受性 这些都是让人会觉得说哎呀你是肮脏啊什么的 就有些负面评论 而且这些评论呢 从小很常都是直接来自于母亲耶 大家觉得呢是不是 然后从小啊妈妈就跟你讲说 哎你不可以交男朋友啦 哎你真的啊不可以啊 就是女生就是要怎样怎样怎样啦 要唇洁要怎么样怎样 要手针甚至手针哦 哎真的我不骗你 我们这个年代还有人这样子哎 有妈妈这样子哎 我有朋友她就这样跟我讲 然后她如果去住在她男朋友家回家被妈羞辱 她妈会讲说 等一下赶快嫁过去好了啦 都让人睡去啦 这样子哎 你觉得会不会很糟糕 是不是很糟糕 对 所以我就觉得 哎奇怪我们的那个社会文化真的是很不可取 但是 奇怪我们自己深受其害 可能她自己就是我们上一辈的那些女性 她不觉得她有被深受其害 那我真的都很懷疑说 你们真的有从在情欲中感受到愉悦过吗 有享受过吗 我觉得没有享受过的人 他觉得一直要压抑吧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推荐大家就是可以去搜寻一下雅琴 他的这个艺术的创作 还有他的一些想法 那他就认为说 不要再为我辩解了 不要再说我这些都是艺术 不要再说我是一个单纯的人 纯洁的人 不是 我如果在路上随便找一个人闻 我难道我会带着金属探测去 去来测一个那个拱的指数比较高的人 来跟他接闻吗 不会啊这一切都是情欲啊 就我看得顺眼的我喜欢的人啊 这有什么不行 这有什么不对 所以我觉得女生忠实自己的感觉 忠实对自己的情欲 然后但是不管怎么样 爱自己的身体 然后对你自己的身体 对你所有的欲望 掌握那个自主的权利 这些都是你应得的 就不要被任何人给压抑 不要被任何人觉得你这样子不对 我觉得这真的就是 生来就是个人的权利 为什么不能够有你自己的感觉啊 对这都是像 就是社会道德观的这个约束 我觉得大家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勇敢 勇敢 勇敢的做自己 勇敢的爱自己 勇敢的就是了解自己 我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对 然后他特别啊 在这个演讲中 他特别指出一对一段话 在这里就是念给各位听众朋友们说 他说我特别想对女生说 亲爱的女生 你们要拿回自己的身体 拿回自己的情欲 拿回自己的权利 但不是从你妈妈身上拿 也不是从男人的身上拿 其实妈妈跟男人 并没有从你身上偷走什么东西 他们其实不是敌人 权利一直都在你自己身上 在你的手里 只是有人骗你说没有 而你从不怀疑 去把属于你的东西找出来 认出来 然后用它去创造出你想要的 我觉得超励志的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自己了解自己 然后掌握自己的 不管是身体 不管是欲望 这一切都非常重要 因为这些是很美的动力 然后以上分享给各位听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我们的焦土课 我是婷安 谢谢大家收听 幸福聊天室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